安利营养基础班 新伙伴的快乐学堂 近期宝典 快速掌握产品知识 轻松获得专业认证 增加肌肉量都有哪些好处 为什么乳清蛋白是增肌的理想蛋白 运动后的免疫空窗期该如何解决 本期营养基础班给您一份增肌秘籍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是 运动乳清蛋白 关于在微购上 大家如何做好一发一问一答 大家可以去学习我们 微购产品培训的营销篇的课程 我在这里重点是给大家讲解 关于乳清蛋白相关的知识和优势 一说到蛋白质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从我们经典的蛋白质粉上市到今天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学过很多遍了 蛋白质可以提高免疫 抗疲劳 促进生长发育 乃至以前提到运动 补充蛋白质也是必不可少的 没错 为什么我们需要补充乳清蛋白呢 这是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运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而蛋白质的补充 对于运动来说 它一方面是需要它能够补充体力 那另一方面呢 是希望能够补充蛋白质来去增积塑形 那补充体力 能量消耗 咱们的老蛋白粉 依然没有问题 那现在呢 主要就是看这个增积 增积运动补充蛋白质 那因为有这个吃的食肌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要面对这个运动的人群 推出乳清蛋白 那接下来呢 我就一点一点的详细的给大家讲 先说运动的定义 那现在呢 我们国家对这个运动健身呢 也是非常的重视 那很多人呢 就可能觉得说 说我也重视运动啊 那我每天晚上吃完饭 我都要下去散步半个小时呢 大家注意啊 您这样还不一定算得上是运动人群 那怎么样才算呢 它有三个标准 第一 就是您要每次运动啊 三十分钟以上 第二 就是每次的心率 要达到每分钟一百次以上 那第三呢 就是您每周要运动三次以上 这样才可以算作是运动的人群 那运动 当然可以给我们机体带来很多的好处 同时呢 你别忘了 它也会带来一些困扰 那你比如说 那肌肉的损伤啊 流失 那运动后的疲劳啊 以及说肌腱拉伤 或者关节的磨损 还有一个词啊 叫做免疫空窗期 那什么叫免疫空窗期呢 那大家一定有过这样的感觉 就是有的时候运动的比较厉害 满身大汗以后 你稍微吹个风 一下子就感冒了 那这就是因为啊 在运动以后 这个免疫力啊 短暂的下降造成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期间 这个时期叫做免疫空窗期 所以那为了保护我们身体的安全 在运动的时候呢 那么就得准备一些必需品 你比如说硬件方面的检测设备啊 像手环啊 体脂秤啊 那再有呢 就还有一些护具的装备 大家往往容易忽略的 其实是身体需要的各种营养的补充 那你比如说 说我出汗多 要不要多补充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C啊 那你比如说牛黄酸 它是可以减少肌肉疲劳的 那在这么多的这个营养当中 蛋白质那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塑造肌肉线条 那第二呢 还能够帮助恢复身体的机能 那为什么要增加肌肉量呢 美固然是一方面 其实啊 肌肉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代谢 消耗身体更多的热量 那从而呢 进一步帮我们保持好身材 另一方面呢 它还可以保护骨骼和关节 你比如说今天 为什么有的人容易闹这个脊柱的疾病啊 腰椎肩盘突出啊 其实那就是因为核心肌肉群太弱了 你发现为什么老年人他容易摔跤啊 而且他一摔就容易骨折呀 那就是因为肌肉的力度越来越差 所以才说呀 有足够的肌肉能很好的预防骨质疏松 那么摔跤呢 它也更不容易骨折 当然了 肌肉还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身体的机能 提升体质 那么要怎么样的来增加肌肉量呢 关键就在于要有充足的运动 加充分的休息 还要有充足的蛋白质补充 那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大家平时做的运动啊 都还是以有氧运动为主 有氧运动呢 它确实可以消耗脂肪 帮助减脂 那这个效果大家都很清楚 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无论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 它们呢都会有肌肉的流失 那有氧运动如果超过30分钟 肌肉蛋白的消耗就会增加 而无氧运动呢 那就更是直接的对肌肉 造成了一种撕裂和损伤 那么在面对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要想修复这个肌肉 增加肌肉量 那这个时候啊 就必须要及时的补充蛋白质 那只有这样呢 才能让蛋白质的合成多余消耗 修复增强肌肉纤维 从而呢 让肌肉得到充分 甚至超量的恢复 因此说呀 及时的补充蛋白质 对所有运动的人群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更重要的一点是 就是如果你想要长肌肉 那就一定要注意 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时机 那么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 补充是最合适的呢 大家注意这是重点 那我要告诉大家 是在运动的30到60分钟 达到最强 那在这个时间段内 我们要是给身体 补充够了原料 身体啊 它就可以合成更多的肌肉 那你如果这个时候 不能及时的补充原料 那等到运动后 都超过一小时了 身体都已经开始休息了 你这个时候再去补充 效果就差了 所以说呀 大家要记住 补充蛋白质 一定要把握好运动 开始后30到60分钟的这个时机 那么这么多种蛋白质 那哪一种是最适合增加肌肉的呢 你如果要只是恢复体力 那咱老蛋白粉也完全可以啊 那今天呢 说的是这个增加肌肉 那就是我们要讲的乳清蛋白 那为什么说它最合适呢 第一 它吸收的速度非常快 它完全可以满足我们所说的 要把握时机这个要求 那第二呢 它有均衡的必须氨基酸 第三 它还有充足的质量氨基酸 这个质量氨基酸是什么 等会我给大家说 大家明白了这三点 那我呢 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 第一 就是乳清蛋白的这个消化吸收的速度非常快 增积的时候啊 蛋白质补充的就是一个筷子 30到60分钟 那而这个乳清蛋白呢 它在胃酸当中的溶解非常好 那被人体摄入以后啊 它立马就可以溶解在胃酸当中 那及时充分的就被消化分解吸收 更快的呢 被肌肉就在这30到60分钟的这个时间里面利用了 那但是对于通过食物补充蛋白而言 你嚼完了啊 吞到肚子里以后 那还有一些是比较大的这些蛋白的颗粒啊 那在胃里呢 就是成团或者成块 你要等到它完全被消化吸收 估计得好几个小时 你消化食物的这几个小时 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原料 给你去合成肌肉蛋白了 而等到这个时间一过去 哪怕你最终它还是能够合成肌肉了 但是呢 效果大了折扣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 那这个啊 是乳清蛋白和我们奶里含量比较多的那个烙蛋白 它的这个吸收曲线的对比 大家你就可以看到 在摄入蛋白的这个30分钟左右 体内氨基酸的浓度呢 明显的是吃乳清蛋白的这条线更高 那这也就意味着乳清蛋白 它是更多更快的被消化分解成氨基酸 进入到血液被我们人体利用了 那而这个30分钟的时间 也是完全符合咱们所要求的 刚才说的那个时间条件 第二呢 乳清蛋白啊 它同样也含有均衡的必须氨基酸 那么人体里面这九种必须氨基酸 它都有 而且呢 比例也均衡 符合人体的需要 它同样也是一种吸收利用率 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优质蛋白 那么优质蛋白有这么多 它为什么只有乳清蛋白 能够高效地塑造肌肉呢 那这是因为啊 肌肉的合成 它还需要有充足的质量氨基酸 那什么是叫质量氨基酸呢 它呀 这个英文的塑写 叫做BCAA 大家记住这个词 它呢 就包括了量氨酸 易量氨酸和邪氨酸 这三种氨基酸 它们呢 是在肌肉当中含量最高的必须氨基酸 占了整体的35% 而且呢 也是在肌肉当中代谢最旺盛的氨基酸 当你运动开始要消耗肌肉蛋白质的时候 那这个质量氨基酸呢 它就会比其他的氨基酸呢 更先分解来供给能量 就因为这个因素呢 在运动的时候 你能给肌体补充富含质量氨基酸的这个乳清蛋白呢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提供更多的原料来合成肌肉 还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 少一点去消耗肌肉里本身的那个质量氨基酸 那这样不就可以帮助我们肌体高效地合成肌肉了吗 那么乳清蛋白对肌肉合成的效果有多好呢 我们这有一个临床的实验 大家可以看到 它可以证明说在运动后及时地补充20克的乳清蛋白 肌肉纤维的合成效果就比不补充的高出了40% 那还有更多的研究 也说明了补充20克的乳清蛋白 这也是一个基础的标准量 能够充分地体现它对肌肉合成的作用 要是您的运动强度更大 那当然您还可以更适当地多吃一点 比如对于核心目的就是增加肌肉激励的人 我就想练成一个非常健美的身形 那在有足够力量训练的这种情况下 它可能每天甚至要吃到90到120克这么多 那这些蛋白质呢 几乎如果说是从日常饮食来看 那就相当于1到1.5斤的牛肉 9到15个鸡蛋 或者是5到8斤的牛奶 我们且不说吃这些食物容易不容易 那仅仅在消化吸收的这个速度上 那就肯定说不上快 它满足不了我们对补充时机的要求 那就更别说它还会吃进一些 就是我们不想要的 比如说脂肪啊 胆固醇的这些物质了 所以呢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 运动补充蛋白质的两个关键 第一就是要及时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30到60分钟 第二那就是要足量 那么除了增肌以外 那么身体机能的恢复 那比如说疲劳啊 修复关节和肌腱呢 提升免疫等等 那当然也是不能忽略的 那么蛋白质它也是能够促进 我们运动以后身体的恢复的 你说到运动的疲劳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都感受过这种运动以后 肌肉的这种酸痛了 肌肉的酸痛呢 那就是因为运动当中 它产生的这个乳酸 它没有办法快速地分解 所以它堆积在肌肉里 而乳清蛋白呢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 减少骨骼肌当中 这种乳酸的累积 从而呢减轻了酸痛感 它呢还可以减少 我们大脑产生这种疲劳的物质 减轻疲劳的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啊 在运动后 人体内呢 其实是有自由基的大量的增加 那么攻击啊 我们的细胞啊 组织啊 使得呢 整个人的这个活力 就都会下降 那么乳清蛋白啊 其实还可以帮助我们 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除了缓解运动的疲劳 那蛋白质呢 还可以帮助我们修复 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 肌腱啊 韧带啊 大家都知道 咱们的这个骨头 关节 韧带 肌腱当中 它也存在着非常多的蛋白质 你比如说胶原蛋白 那么长期的运动呢 就会对这些组织造成一种磨损 胶原蛋白会有流失 因此呢 为了使它们更加的这种稳固啊 耐用 那我们的乳清蛋白当中啊 还特别添加了胶原蛋白钛 它就可以给我们的骨骼 关节 肌腱 韧带等等 更好的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 尤其可以给您补充胶原蛋白 那对于我们坚持运动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还有一点 是我们在运动当中呢 会消耗流失大量的营养素 包括蛋白质 各种矿物质 微生素 等等 那么你这样呢 自然就无法满足机体 各个组织细胞的需求 那其中呢 也包括免疫细胞 那这个时候 机体呢 就会处于一个 刚才我们说的 免疫空疮期 那这个时间呢 可能短几十分钟就过去了 那长的时候呢 几小时才能恢复出来 那刚刚呢 我们也说到 在这个期间 那就会特别容易生病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 第一 乳清蛋白本身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免疫 因为啊 这个蛋白它也是机体 合成免疫物质的一个原料 一种免疫活性物质 叫做β蒲聚糖 这个β蒲聚糖啊 它可以和我们机体里的 免疫细胞结合 来提升免疫细胞的活性 从而呢 它可以增强免疫细胞的功能 来达到提升我们机体 免疫力的作用 和乳清蛋白 一起来帮咱们 缩短这个免疫空创期 好 乳清蛋白啊 对于运动的人群 有这么多的好处 那运动的人群呢 又确实有这么多的营养的需求 那为了满足这个市场的人群需求呢 运动乳清蛋白产品 它呢 就可以帮助运动的人群 打造肌肉 让身材更有形 帮助运动后的这种恢复 让运动呢 能成为一件更轻松 更容易坚持的事情 乳清蛋白粉 它好在哪里呢 一份乳清蛋白粉 含有22.6克蛋白 科学足量 帮助肌肉的合成和恢复 其次呢 乳清蛋白啊 消化吸收的速度非常快 喝下去30分钟左右 就能消化吸收绝大部分 能被我们的肌肉 及时的利用 那么就满足了我们 刚才强调的两个关键 及时足量 那你这样 塑形的效果自然高效 第二呢 乳清蛋白啊 可以帮助缓解运动的疲劳 我们刚才说 还有一个胶原蛋白态 它可以使我们的关节韧带 更加的强健 培它蒲去糖 作为一个乳清蛋白的好伙伴 它可以帮助我们 缩短运动后的那个 免疫空窗期 少生病 让大家的运动更加轻松 也更愿意去做运动 第三呢 奶源是来自于澳洲牧场 在采集奶源以后 48小时内密封生产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新鲜 第四就是品质安全 用天然的coco粉进行调味 不含有任何的人造的香料 色素防腐剂 从而呢 保证了品质的安全 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那么作为塑形的好拍档 恢复的一个好帮手 我们在任何的运动后呢 都可以来一杯 运动的乳清蛋白粉 你无论是说跑步啊 游泳啊 什么跳广场舞啊 什么啊 比如说健身啊 骑车打球 还有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 什么瑜伽啊 塑形操啊等等 其实啊 都是可以帮助我们 来维持肌肉的健康 恢复身体机能 随着运动 您就可以随着及时的补充 除了乳清蛋白粉以外呢 更方便的乳清蛋白棒 那给大家呢 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那就是为了能够满足 我们运动人群 这种塑形的需求 同时呢 它还非常好吃 它也和蛋白粉一样 没有添加任何的人造的香料 色素防腐剂 而且呢 它方便携带 那这种包装呢 就可以让大家 你随时随地 都能够方便的去补充营养 无论是说我爬山啊 什么户外运动啊 打球啊 或者说是什么健康跑啊 那这些活动 那么你在这种聚会啊 游玩当中 你都可以在这个包里 带上几条 既可以当带餐 当零食 那还能及时地补充营养 增肌塑形 以及说分享给我们身边的这个伙伴 那大家啊 可能会存在一个疑问 主性蛋白有这么多的好处 植物蛋白也这么好 那我到底该吃哪一种呢 其实啊 我告诉大家 很简单 你就是该怎么吃 还怎么吃 对于作用 是日常补充蛋白质 那么大家还是使用我们全植物的蛋白粉 进行补充 只不过现在对于运动这个人群而言 那么建议他在每次的运动中和运动后 30到60分钟 及时地增加乳性蛋白 来帮助他塑形 促进他身体的恢复 所以啊 这两个蛋白粉呢 是可以合用的 另外呢 我们也一直在推荐运动人群 或减脂人群 使用带餐 它可以降低热量的摄入 从而保持我们的身材 是吧 是作为一个替代的 日常餐食的这种产品来使用的 那么乳性蛋白呢 它是在这些日常餐食的基础上 满足更多的运动需求 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健康的肌肉 它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的燃脂塑形吗 所以啊 这两者并不矛盾 也是完全可以同步使用的 最后呢 也希望大家能充分地享受运动 带给我们的乐趣 拥有更有型的身材 更健康的体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